相信在上个月一台跑车被送上太空的消息大家都很清楚 这条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而这辆跑车就是特斯拉Roadstar 不过此外特斯拉还有一款超级跑车 将在两年内在人们的眼前亮相 该车名为Roadstar2 该车近日在超级工厂进行展示 有外媒拍到这辆车 并称它为最完美的超级跑车 据悉,该跑车是一辆纯电动的超跑 而且会比Roadstar更加快速,更加的炫酷 有消息称,该车准备在2020年投放市场 而且现在售价126万和售价158万的两款车型 正在开展预定渠道 其次除了这次展示 以前该车就已经在特斯拉的总部上展示过了 每次展示都让人觉得惊叹 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超级跑车一点也不为过 可以从图片上看到 该电动超跑,外观采用的是红色色调 非常的时尚,以及动感十足 一看就知道是辆跑车,很吸引人的眼球 除了向人们展示车辆的外观之外 内饰和配置等一系列的数据都还没有放出来 只知道该车的动力和性能都比较强大 特斯拉的CEO向媒体们表示 该车测试的时候 百公里只需要1.9秒 这速度确实是有史以来 百公里加速用时最短的 而且该车是由于一辆纯电动的超跑 电瓶的续航里程无疑是最重要的 不过牛的是 据说该车的续航里程为998公里 光从这两项数据来看 该车确实是世界第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